早晨,早晨! 早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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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啊,哈喽,大家好,因为上一次就是我今天就该来就是有人留言 然后说那个链接的事情,然后链接呢 因为我不知道发文区会不会就是会被平掉这样子 如果你们想要链接的话 我就是下一期就是专门就是 因为其实我还有一些帽子可以推荐到时候 我就专门做一个扫的 因为我是那个从微信上买的 不是从淘宝上买的 然后就是我可以在这里专门做一个那个扫码的 扫码的你们自己去扫加它 跟它购买好了 然后呢 然后还有说那个音乐声太大 然后我今天自己也看了一下 好像真的听了些自己的声音 然后我本身声音又小 然后呢 嗯 还有个皮肤的事情就是 嗯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就是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东西可以推荐给你们 然后可以接受你们就是浪费必要的开销 就是说有些该拔的草可以拔掉 可以稍微重一下就是因为我是混合性皮肤的 如果说你跟我一样是混合性皮肤的话 可以就是我推荐的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然后用的是我怎么说呢 嗯就是有些鸡肋的已经拔掉了 然后剩下一些稍微好一点 就是嗯有些东西就是从卸妆先开始吧 卸妆这个真的是我用了蛮久的一个卸妆的 就是中间也替换掉他就是 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只有他就是 真的蛮好用的直身绣的这个卸妆 但是他有个确定是虎眼睛 但是我觉得至少他就是 嗯 比较还是蛮适合我的个人觉得 还可以推荐给你们 然后还有个就是IFSA的这个 看得见吗 对焦一下 哎呀好吧 这个是IFSA的那个精华液 好这个呢 嗯我中间中间换了这个CPB的这个精油 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不是特别适合我 我觉得给我好像蛮鸡肋的 就是他就是又可以单脸用 又可以对头发用 我觉得以后你们买的东西就是 专门针对头发 专门针对那个脸用 腹肤的不要这种什么精油 又可以用头又可以用脸的这种 然后我觉得这个还真的不错 因为它是带有美白 嗯这个我上一次那个一瓶就用完了 然后呃有有就是有改善我的皮肤 一个一个色号的那个亮度 我觉得还不错还可以 因为然后我又重新入了一瓶 我觉得这个真的还不错 我觉得CPB那个真的 嗯这个性价比也还ok 就是对精华液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值得不错去入的 然后就是水 水的话我是用这个 然后以前有用那个IFSA的那个流津水 但是我觉得流津水真的用的好快 我这个人就是这个这个的话 差不多如果说你找代购的话 八九百就差不多了 然后然后就是我觉得蛮省的 它这种精华就是 这种意义就是没有什么味道 就很很自然的一个橙植物的味道 然后我不喜欢用的那些腹皮就是有很浓的那种香精味 那种是直接会被我pass掉 这个就是可以用很久 我觉得还蛮省的 然后之前用的是那个IFSA的流津水 那个用的太快了 就是对我来说我这种人就是会有一种恐慌 像卸妆油 他这个就是也可以用好久的那种 我这个人就是如果说快没有了 我就要马上去准备 如果说我每个化妆品都马上这样没有 我就会恐慌起来就是 就感觉每个月都在那里买化妆品 so我就这个我还是蛮喜欢的 然后又很省 然后又很润 然后虽然质地很粘稠 但是呢图案脸上确实就是又不粘稠的那种 就还蛮好的 然后这个呢真的是你们千万不要买 这个真的是超级难用 好吧 我不能这样说 如果有人喜欢用它的话我也不能这样讲 但对我来说真的是超级累 真的不要购买 然后还有个就是这个 这个是我最近这两天入的一个七点BB 但是呢它是韩国的 因为我本来就是从SAD开始 那段时间就开始 也没有说不是也不是说因为SAD的关系 就是不用那个韩妆了 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韩 韩国的妆容是BB什么的 我觉得个人觉得不是很好用 一个就是浮粉什么的 就是也很激烈的事情嘛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已经泡掉了 然后再加SAD的关系就是 就没怎么用了 这个是我最近刚入的一款韩国的那个BB 叫韩彩 然后它是 这个紫色是最新的一个 就像黑的跟那个白的 我早上用它就是到了下午 它也不会浮粉这样油油的 因为我本来是混合的 然后脸鼻子会出油 然后但这个还蛮OK的 我觉得真的真的可以入下 然后又很便宜 这个是我在那个微信有个韩国代购 它是经常去跑韩国的 然后我看到它有推荐这个 就去跟它够了一个 然后你们可以去淘宝上找找看 因为这个的话 应该目前不算爆款吧 但是我觉得真的还挺不错的 蛮好用的 然后还有个就是 这个 这个也是性价比很高的 然后这个也不是很贵 然后这个是一个台湾的那个 酒槽面膜 然后它呢就是美白的 但是呢 如果说你的皮肤敏感 对酒槽会过敏的话 我是觉得不建议用 如果说对这方面没关系的话 你可以入一个 然后这个性价比也很高 然后用完之后还是 有看到那个肤色会稍微变白 然后我呢就是一周 我的那个规律就是 七天里有一天是要清洁用的 然后皮肤是清洁 然后有两天是用 用美白产品 就美白面膜 美白的那些免洗面膜 然后 还有天是要磨砂去把脸 就是那些什么角质 要给它去点清理一下 然后就是 其余几天都是要补水面膜 然后补水面膜的话 我可以推荐你们那个 凡尔赛的那个 有个美少男的那个 那个封面虽然很浓 但是它家那个补水蛮好用的 然后还有个台湾的那个 森田我觉得 我都是有用他们家的那个森田 我觉得性价比又高 然后 嗯 就是淡淡补水就够了 然后还有就是 嗯 差不多吧 我就想跟你们讲 嗯 就是想一个富富的这些东西 然后 还有就是 咱们腰火 这个 这个呢 这个好用也说还ok 但是呢 我觉得它用太快了 就是 给我来说 就是这个是多大 这个多大 这个是最大一瓶的 对我来说好像 也用的好快 还有那个 是生坛的那个 红色蜜露 嗯 它这个蜜露 味道也还ok 然后用的也挺 所以 是 哪有